林書堂轉隊了 啊他跑去亞特蘭的老鷹隊 可是老鷹隊會留他嗎 嗯還沒有塵埃落定 所以我們先討論一下 其他東西區在自由球員市場裡面 到底做了什麼好事 好了在過去幾集裡面呢 很多觀眾跟我反映說 哎呀你在講這些洛杉磯胡人隊啊 Demarcus Cousins去荊州勇士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嘛 那要不要談一下其他的球隊 到底在補強方面做的如何 其實講到補強啊 不是西區球隊有補強而已 雖然在東區球隊有很多的新球員 不同的換隊跟加入 可是他們都沒有補到這種 所謂All-Star等級 或者是的這種NBA第一隊 這些這樣子類型的成員 所以感覺出來 好像並沒有特別的厲害 可是說實在的 有一球球隊真的不盡 他們所想要看到的球員 我們先把東區找一個球隊出來講一下好了 看起來是他們還沒顯得一個弱點 那另外一個最大的弱點是什麼呢 雖然他們進去的球員都很高 像Thumb Maker 像這個 John Hanson Unter the Compel 可是他們的總籃板次數 是全人王排名 最後一名的位置 所以看起來三分投射以及籃板 是他們最大的問題 共同隊進悄悄的 補盡了胡人隊的 Brooke Lopez Lopez在去年大概平均有三四顆三分球的出手 命中率大概34%左右 所以他是能投三分的一個中鋒 更重要的是 他在去年雖然才得13分 可是Lopez你只要給他上場時間 他是隨時可以有20分 10籃板左右的一個人 所以以補強禁區這一塊在籃板的方面 以及在Big Five就是大五號拉出來投三分的方面呢 他們是做了成功的 補盡了Brooke Lopez 那另外呢他們還補盡了另外一個大前鋒 也是能抓籃板 而且可以穩定在板凳得分的這個 Elsson Eliasilva 這個Elsson Eliasilva呢 也是靜悄悄的 大概在板凳出發10分6籃板左右 在籃板能力方面 是蠻強的一個球員 更重要的是 他有三分球36%左右的一個命中率 所以在頭三分 以及抓籃板這兩件事情 攻凍隊補強是還蠻不錯的 雖然今年要算是Jabari Parker 可是他核心的攻擊的位置 跟各個重要位置的核心球員 並沒有損失跟走 走掉 那還有呢 在他們的選秀會裡面 選了一個蠻underweight的 我認為應該會有一定不錯NBA職業生涯的 Donte DiVincenzo 這個成本NOVA出來的一個小前鋒 二號三號球員呢 我認為是活動力極好 防守意志力強 非常適合公路隊體系的一個選手 所以以整體來看了 公路隊在今年的補強 是非常的成功的 而且我認為在東區爭奪冠軍的這條路呢 去年我本來以為他Central Division會第一名 可以超越克里夫蘭騎士隊 雖然沒有這樣子的成績 可是我認為今年的公路 大家要小心一點 那在西區裡面呢 我也挑一個球隊來講講好了 丹佛金塊隊 補槍非常的成功 在他們的一號二號球員來說呢 Gary Harris跟Jamal Murray不但年輕 而且有得分的爆發力 防守的企圖心強 那他們可能缺乏的是板凳的得分 但在這個方面呢 成功的跟去年板凳得分 他們最強勢的Will Bart給續約了 那更重要的是呢 他們仍然有Paul Millsap在進區裡面 而且呢也跟他們很關鍵的一個 多元化的進區的中鋒Yokic 達成續約的動作 所以看起來 該續約的核心的球員 他們都是達成了續約的結果 那在板凳的得分跟協助來看呢 特別在 Gary Harris跟Jamal Murray下去了以後 有誰來可以幫助他們呢 嘿嘿 他們也非常的低心 Minimal 簽下了 Isaiah Thomas 5 不過Isaiah Thomas從板凳得分 再搭配他們原來就有板凳深度 這個真的蠻不錯的 而且更關鍵的一環是 他們在自由球員 他們在選秀會裡面 選了6尺9吋6尺10吋 的Michael Porter Jr 這個球員他們在培養的狀況之下呢 我認為他的天分 跟天花板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個球員 有人說他可能是未來像 Kevin Durand 這樣子類型的選手 今年在第13順位選進這個球員 我覺得是完全偷盜了 而且以現在金塊隊的陣容看起來 他們不需要Michael Porter Jr 馬上就有一個穩定的表現 所以 今年我認為丹佛金塊隊 會非常的可怕 那在東區裡面呢 我們再挑一個球隊來討論一下好了 那就是華盛頓巫師隊 巫師隊呢 有John Wall跟Bradley Bill 其實在後場的搭檔是不錯的 在禁區裡面 他們送走了Marchin Grittat來交換Austin River 那這個真的給他們在板凳裡面 多了一個在後場可以強勢得分 而且有大型體型的後衛 可以在這個方面 得分有一定的挹注 那更重要的是 走了Marchin Grittat以後呢 他居然補盡了 Dwight Howard 那Dwight Howard隨時都是一個2010分的人 雖然在最近這幾年呢 大概就在15分左右 可是 他隨便得分 頭場都可以很有爆發力的 最大的問題 是他到了每一個球隊的時候 沒有一個休息室的隊友 對他來說有正面的評價 那該怎麼辦才好呢 巫師隊本來在休息室裡面 John Wall跟Bradley Bill就在爭一哥了 現在要多來那個Dwight Howard 這樣子的化學作業會打得如何呢 在補強方面呢 他們在封線球員還補盡了Jeff Green 那在自由球員市場 在這個選秀會裡面選了Troy Brown 其實以條件來看 他們補盡非常的豐富 而且是他們需要的選手 可是如果以個性 或者是在休息室裡面的化學作用的話呢 這個可能是今年巫師隊 會面臨最大的挑戰 那這個也是考驗到整個球團的運作 到底有沒有辦法駕馭所有 每個人的個人的個性跟脾氣 那剛剛這三個球隊呢 都是在今年我認為補強 都有 勁悄悄 而且補到自己需要有增強戰力的一個結果 所以東西區各個的球隊 真的必須要好好當心 我們剛剛所提的這三個球隊 特別是巫師隊 他可能不是大好 就是大壞 就跟過去幾年一樣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們在討論這一次的豪小Kane的內容 如果你跟我們的意見有點不一樣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建議 想知道別的球隊到底補強的如何的話呢 可以跟我們一起 在我們PV Plus的粉絲頁來一起討論 或到我個人的粉絲頁來給我一個讚也可以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